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三角形ABC 這個是直角 上面有畫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現在他說 這個AC長度是等於8 這個等於8 然後這個等於6 那現在 他說在這個AE上面取一點 使得這個長方形是一個正方形 他問長方形面積 第一個 正方形面積 在這裡取一點 取一點你可以做一個長方形 那我可以調整 使得這個長方形變成正方形 那第一小題他問這個正方形面積 那是怎麼做 我假設正方形面 它的邊長是X 那這個都是X 那這個就是8-X 那這個是6 這是X 所以這是6-X 那因為這兩個三角形它是相似的 也就是說 X 比上6-X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8-X 比上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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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講了 8-X 乘以6-X 乘以6-X 那我給它展開 8-X-X 8-X-X 那再加XX 這就消掉 所以14X 等於48 約掉那個2 274 2-2-4 24-8 所以邊長是7-24 4-4 那面積等於多少呢 等於邊長的平方 7-24-9 大24的話 2-24是2乘以12 那你給它平方 就4乘以多少呢 12平方是144 所以是16 16-16 176 所以是 那個 49我們多少呢 嗯 嗯 5-76才對 1-14-16 這算錯了 4-16 G 16-17 17G 5-76 才對 5-76 所以面積是5-76 好 那 第二小題 這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他問什麼呢 他問這個 cosA cosA的話 這是A cosA的話 是 0邊 比斜邊 這0邊是8 那斜邊呢 這是6-8 所以AB是10 所以是5分之4 cosA的話 0邊是8 除上呢 斜邊是10 所以是5分之4 5分之4 cosA等於5分之4 是5分之4 是5分之4 4分之4 5分之4